我是湖北省海外联谊会海外理事 武汉市高层次人才招聘团多伦多联络处的负责人 加拿大竹岳教育集团陆岳峰 这次武汉市高层次人才招聘团来加拿大 受加拿大万景市政府的邀请来加拿大 21号到23号 这次人才招聘团希望在加拿大招聘更多的中国在海外的 在加拿大的高层次人才包括新能源新材料 汽车电子通讯等各方面的高级人才 招聘单位涵盖了政府机构大学研究所 还有设计院所以及世界游乐墙的单位 我们这次总共带了360多个高级职位 和32家政府企业和研究院所的单位 我们这次来加拿大招聘呢 我们深知这个加拿大呢是人才济济 我们华人在加拿大有多人多就有60多万 那么其中呢有很多当年留学 在加拿大留学取得学业成就的 也有很多后来来到加拿大在加拿大事业有成的一些人才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招聘税呢 把更多的优秀的招聘人才呢 能够让他们回到中国回到武汉 有一个发挥自己才能 为中加这个经济的发展 科技的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那么我们这次在加拿大招聘的时间虽然很短 但是呢我们有几个特点 一个特点就是招聘的人才呢 职位比较高 而且规模比较大 第二个特点呢 我们这次招聘人才呢 我们更希望是和人才有更多直接的交流 直接面对面的交流 让他们不仅是了解这个要招聘什么职位 更多的让他们了解中国了解武汉的 在高技术人才这个上面的一些 政策比方说我们的黄鹤英才计划 我们武汉市的人才有十几个国家级的那个人才计划 那么这些计划给人才在武汉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和机遇 那么第二第三个特点呢 我们这次招聘人才呢 我们直接的到深入校园 深入这个我们的这个加拿大的人才那个聚集的高地 比方说这个多伦多大学啊 比方说我们这个在加拿大的武汉大学校友会 华士校友会和这个像类似这些大学的校友会 那么这里都是人才聚集的高地 我们希望和这些人才有一个深入的沟通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这招聘呢 就是说不仅仅只是说招聘一个职位一个人才 我们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这种交流 把我们的高技术人才呢 引入到中国 同时呢 这个项目呢 也不只是说 只是你回去就一个职位 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 出现的高技术项目的一些合作 也可以在这个招聘会上 展现我们华人的高技术人才 在加拿大的成就 让中国让武汉更多的了解我们加拿大的华人的成就 人才回归有什么又会没有 这次招聘呢 有非常多的优惠条件 因为在武汉市呢 作为国家中部发展的重大城市 武汉市有黄鹤英才计划等十大人才项目 这些人才项目呢 除了武汉市政府 国际省政府 还包括国家都给予了很大力度的支持 所以说呢 人才的待遇 包括他们一些实际的困难 包括小孩的入学问题 包括科研经费的启动问题 都会有很多和以往不同的地方 给很多的支持 所以这次我们带了这么大一个招聘的论物过来呢 我们希望呢 就是说有更多的优秀的人才 能够回到中国 回到国家 还发货他们的财 我代表爱心教育慈善基金会 环球教育慈善基金会呢 这次走团到中国陕西进行考察 我们的目的呢 一个是了解当地的教育状况 希望能为贫困的学生 再做一些贡献 第二呢 因为我们这次的旅行中呢 有一个Mr.Bron先生呢 他在政府工作 我们希望在当地呢 在跟政府当地的政府安康市 进行沟通和交流 推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一种友谊 第三个呢 我们这次还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 中国教育部下面的一个教育研究院的 一位研究员教授 他跟我们一同去进行教育考察 所以这次应该是内容丰富 形成极其有意义的 希望我们能为做一些事情 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呢 达到的目的 一个是加上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流 一个是来推动当地的经济的发展 推动两国之间的贸易经济发展 推动这个爱心教育 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多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